大家好 歡迎來到論盡社福界這個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叫阿祥 來自香港政策透視 我今天身邊請了兩位嘉賓 第一位就是Alan 我是一個前線社工 好 您好 我叫阿芯 公偉芯 我是一個前線社工 主要做青少年工作 好 今天的題目就是社福界禁忌 我記得當時讀書 2007、2008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社工界好像充滿很多怨氣 又搞罷工 那些人說當時是來自於林心關 究竟林心關是甚麼 我們告訴大家 林心關邪 就是整不過撥款 中文 整不過撥款 以前我都沒有經歷過不是整不過撥款的年代 大概在2000年後 其實政府就用一筆錢 給了一些非政府機構去承辦一些食物服務 例如一些家庭服務中心 老人中心 或者清源中心 而這個整不過撥款 給了一些非政府機構之後 其實非政府機構需要履行一些服務的承諾 譬如每年可能有多少個會員 每個月會提供多少折的服務 又或者在中心的日常運作裏面 需要一些可能保障一些私隱 個人安全 或者保障一些會員 如何去知道你中心的一些政策 其實有一大堆這些承諾需要遵守 其實整不過撥款之前 就應該是叫做實報實銷 當時我都未入行 當時其實政府就不會給你一筆錢 可能你提供服務或者請人的時候 就用實報實銷的方式 當你買一張椅子 就跟政府拿回一張椅子的錢 我想分別就是這樣 我記得當時有說過很多 因為吞心關之後 就引申了合約制 或者同工不同籌的情況 不如我們說一下 其實對社工 或者年輕的社工有什麼影響 吞心關 剛才Allen提到的很好 就是實報實銷就是買一張椅子 就買一張椅子 然後很多社福機構就說 這樣的實報實銷很沒有彈性 很不自主 社福利署說我要有人受編制 例如以前青少年中心有圖書館 一個叫做ASWO 一個大學位的社工 再加可能四個文憑的社工 再加兩個福利工作員 就為之一個編制 按照這個編制 或者社福利署就給錢 其實到現在都是的 不過現在這個吞心關 最大的轉變就是 政府可能一扔就扔幾百萬 或者可能是接近一億的錢 給某一個機構 那個機構就可以自己去調節 這個錢怎樣用 在什麼地方 牽涉到的同工不同 就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 政府社會福利署的社工 和非政府機構的社工 他們本身的人工是不同的 譬如舉個例子 當有福利機構當行了一筆國部份之後 每一個機構都有自己 好像一個私人公司 有一套自己的平衡標準 可能平衡阿祥你 平衡阿祥你 平衡阿祥你 如果假設我一個社會福利署的 我可以按連跳升我的人工 但你們就不同了 你們要平衡 甚至乎可能你們跳的人工 和公務員的社工 跳的人工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個出現了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第二件事就是 當行一筆國部份之後 其實有一筆是 總之一筆國部份之前 有一筆就是一筆國部份之後 也都出現了 大家都是學位畢業 但是舊制 我們叫舊制 舊制的社工 那個人工的晉升 相對來說是會容易過 新制同工的晉升 因為它是合約 合約的不好處就是在於 例如我一年簽個合約 去到第九個月 你工作表現一般 你小心一點 有一個危機 對一個合約的社工 危機感很大 他不能夠 舉個例 社工也要有自己的發展 譬如一些個人的興趣 個人的履歷 或者可能是現在 叫做專業化 專業化就是要去讀書 不敢讀書就要儲錢 你現在讀一個碩士 舉個例 都四萬多元一年 你早期 可能給家用的開支 扣除 你這麼大的危機感 你如何去到計劃 或者你如何去到盤算自己 可能不算遠 可能接下來五年 如何過呢 這個其中一個 令到新入職 或者是合約制的社工 建的前景 很暗淡的一件事 似乎合約制令到 很多前線的同工 沒有了安全感 穩定性 看不到自己的出路 其實對服務 會不會都有些影響 其實我們現在走到 心關之外 有一件事叫做 project base 就是project base 中文是怎樣說的 計劃維工 計劃維工 其實請一個社工 不是在一個 人手編制裏面 去請社工 而是因為有外間 一些基金 就給了錢 你去請額外一個 或者兩個社工 去進行為期一年三年的計劃 其實完結了一年三年 其實社工的那筆錢就沒有了 導致社工的人手很不穩定 可能今年結束了一個project 他願意給一個社工人手 那你中心會多一個社工 那下年可能沒有了 那你又會少一個社工 那其實大家坐不定 其實剛才阿芯說 其實我們做社工 都有一些 可能個人的興趣 或者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東西想發展 那其實這些 就是計劃維管的做法 其實令到你很難去發展 就是今年我就在這間A中心 第二年我們去了B中心 又做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project 所謂的計劃 甚至乎有時 可能工作的重點 其實是會 清晰 會轉的 就是你做完這一年 可能做青年服務 下年可能做了老人中心 那些人會問的 就是你社工都是一個行業 跟其他外面商業機構沒有分別 外面商業機構都是這樣運作的 那你社工都要平衡 每一年到你社工都要交數的 外面商業機構運作都是這樣的 我想有一個很不同 就是譬如我們社工會說很多人跟人的關係 其實我們開展的 開展的project 其實不是說 在說買菜 買菜給你 大家有錢就買 以價以好價便可以買 而我們工作通常就是 第一步就是你要認識到一個人 建立一些關係 大家都信任 然後再建立一些工作關係 然後才可以慢慢做到你 譬如你開個小組 或者有些深入一點的介入 就是你去處理他的個案 其實需要一些關係 需要一些步驟 令到你可以更容易去完成那個工作 而很有趣的就是 現在好像就明白明白 你做完一年就再見 接著一些關係 其實隨著我們離開 其實又重新來過 第二年你去做第二個project 又重新再做過 其實這個比較古怪 令到你 我想譬如我們現在經常 政府都會說一些社區網絡 其實我們在社區裡面 都有一個網絡 但是很有趣 一些人手經常轉 其實網絡很容易散 是的 還有剛才提到 project base 一個計劃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政府給錢 收到兩塊錢 一塊就是行常運作 譬如可能是一個單位的人工錢 租金 水電煤氣等等 其他一部分 我們社工就做幾件事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做個案 小組或者社區工作 說到底其實都是想人 在一個環境結構有改變 我們不單是人要有改變 我們都希望 我們面對的人 他們都明白得多一點 整個政策 制度 結構 如何影響他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們搞這些東西 不是不用錢的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想跟他們 剛才Alan提到要建立關係 也要建立關係 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去一些軟性的東西 去旅行 大家去玩一下 輕鬆一下 生活那麼緊張 這些錢怎樣來呢 政府沒有很多的錢 用來搞這些東西 例如搞興趣班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 要是社工自己去申請一個基金 如果申請不到的話 那怎樣搞這些活動呢 要是收回街坊的錢 例如一次旅行要乘車 一部旅遊車來回都要1200元 1200元 然後那些錢怎樣來呢 就要問街坊 我們這些是基層 那這些錢怎樣有呢 怎樣可以問他們拿回來呢 有些說法就是 什麼都免費嗎 免費他們就不來參加 免費午餐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說法 危險的說法就是 我們會覺得有好處 就自然會是這樣 但我們要見到的就是 例如陳志雲那件事 他貪也貪幾百萬 是不是 或者是一些高層政府的高官 大學校長貪那些房樽 又是幾百萬的 那些沒有人吵 一宗新聞結束就算了 那些基層那些 不來一次活動而已 就好像整個罪人一樣 永遠背負著這件事 這個就是 每一個社工如果要去搞活動 都有一個財政的壓力 自從轉變了Lumson Grand之後 再加上 剛才Allen也提到的 FSA Funding and Service Agreement 和社署協議 就是說每一個社工 每一季都要有45個穩定的會員 譬如舉個例子 阿祥你 我要搞三次活動給你的 這是第一個關卡 第二個關卡 就是可能每人每一個月 要有28個Session的program 一天每個月都是28天 我們計劃的program 我們要想的 不是說直開直有 現在變成這些情況 很即食麵 很罐頭的就是 你用教材套 然後非常利用教材套 然後去執行你這個程序 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一下 這個程序是否可以配合到 這個人的發展 譬如這個人 然後我做完這個教材套 我就OK了 但是做了這個教材套 手術成功不等於代表是成功 不等於病人是沒事的 可能要死的 我做完這個教材套 你不等於一個人的生活環境是更好 還有有時 我想就是沒有了一些心耕的工作 即是現在 因為你又要45個人 又要有28折的活動 譬如你有時就是 逼與無奈 做一些簡單一點的事 可以盡快地搞定了 那就又計一折 這個可能就是用教材套 又或者明明完成了訓練的社工 他其實經常搞一些毛尼拉監 即是去一下旅行 永遠都是去山頂 而新地方就是什麼 濕地公園 是市里 因為你不可以有時間再去想 或者再去計劃一些 另外新的東西 另外剛才我說的市場道向 就是什麼東西受歡迎 你唯有就是搞那些 即是不受歡迎的那些 或者是小人參加的那些 你就不搞 因為我們經常要講成本效益 但是其實有時所謂沒有人參加的東西 可能是很重要的 或者你不是一步登天 我今天第一天就有三十人來參加 可能我們由五個人開始 然後慢慢有六個七個 即是你可能做半年做一年 你慢慢做深耕 可能有十多人在 但是其實現在因為我們要追的那些數 其實你很難去做這些東西 你變成了會吃麵 然後又是市場道向 這些活動受歡迎 當然是搞這些 連年都搞那些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困局 我猜其實要想起一個問題 社會工作不是一個人本的服務嗎 是不是要建立深入的關係 但是似乎現在 譬如在深入的關係實行之後 合養制或是project base 或者所謂的服務承諾等等的問題 都好像不是營造一個 其實可以令到社工 可以很深入去計劃長遠的服務 或者去跟一些最基本的 跟他們的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 似乎都不是很非凡 我猜不如下一節再來 再探討一下 究竟其實整個社會服務的營運裡面 其實是不是都在做 所謂社會工作人本服務的需要 我猜下一節再回來探討 大家好 繼續回來論盡社福界 今天的題目是《社福界禁忌》 剛才提到的 《嵐心關》或者《合約制》 project base等等 其實都很影響社工現在 好像要做一些人本的工作 不如問一個根深替故的問題 究竟現在的社工做些什麼 不如現在說一下 社工做些 我呢 這都是社工 你也可以說一下 我的觀察就是自己 越來越多時間就坐在辦公室 坐在辦公室就不是招腳 就是飲食食等 有得招腳都還好 其實你坐在辦公室真的忙 你很多時就要 因為剛才說沒有錢給你做活動 你想開一個組 其實都沒有錢 變成了你就要經常在寫你的資金 即是在文字創作 另外就是寫完之後你就要交代 即是你逼完幾千元 或者有幾萬元 接著就要寫一些報告 其實我每三個月就會寫一次報告 除了在文字上要交代計劃發生了什麼事之外 其實另外在財政上你又要處理一些單 然後要寫一盤數出來 還有通常有時不會是 通常你的計劃是一次過 可能有寫幾個 變成你可能同時間應付幾個計劃的 幾個報告 這樣處理 另外就是我們每個月就要報一些數字 即是填格仔 寫每個月我們做了些什麼 例如剛才那些 我是不是收了四十個會員 開了多少帖組 有多少個活動 甚至乎有時你聽到電話 有些東西要諮詢 我們都要寫下來 其實很多時間就放在行政工作 在寫東西 譬如有時我也會有內疚 有時那些復活小動員會來找你 不好意思我真的有話在說 先說我的報告 躲在辦公室 好像限時限刻那樣 有時沒有辦法應付到 你唯有就是很抱歉 其實有時我做青年工作 可能一些年輕人放學 就找你出來聊聊天 是的 那這些你經常都是很內疚的位置 是的 我比較笨 我每個月要寫回A小組 B小組 D工作 E工作 然後有多少個節 我是要用最少三個小時 才可以做得到一張 然後做其他的交代 我經常都聽別人說 那很正常 你受人錢財 替別人少載 你要告訴別人 你這個做事叫成效 你這個做事叫做如何骨抖 很合理 做保險都是的 有哪些工作不是 不過我就不知道 有什麼工作不是 而是 最大的影響就是 譬如剛才問到 搞些什麼要做的就是 因為做得太多這些 很瑣碎的工作 沒有時間去再去想 再去想 不要說一些形式上的生意 而且在餡料上 怎樣令到 譬如我做青年工作 青年人是可以多些留意 譬如房屋對他們的影響 醫療對他們的影響 或者是貧窮的政策對他們的影響 沒有的 完全都沒有的 譬如小組做些什麼 帶出來可能去踩單車 然後改進一個個人的性格 你不要太內向 你不要太自卑 你真的自卑 你不要這樣 你快點參加 某某某活動 你跳海 挑戰自己 這樣就行了 什麼事都可以排除萬難 你睡街也好 都沒有所謂的 但睡街或者個人的問題 或者個人出現的問題 譬如跟社會制度環境氣氛有關 例如一個環境的空間 原來一個公公的單位 一個家庭原來有六個人 兩個父母 四個小朋友 他們的空間不夠 自然就爭執會多 然後歸咎在家庭不能和諧和協調 譬如屋子大 其實這些紛爭可以少一點 這些就是令社工 現在很多時候會把焦點放在 你真是很慘 你不要這樣 你樂觀一點去看 你的前景是很好的 正面思維 現在很多就是這樣 忽略了很多這些 我們為之叫做結構 後結構什麼都好 這些制度政策的影響活動 似乎處理不了一些結構的問題 歸咎班很多時候都是個人 除了是因為一些分析限制 或者是很多行政工作限制之餘 其實有沒有其他限制 讓你做不到這些事 其實如果再說一些資金 即是一些基金 我們有時處理一些基金 即是有時真是很坦白說 那些事你未必真是很想做 或者未必真是那麼服務使用者為本 其實可能有時是滿足 那些資金的人的需要 就不是你服務那班人 或者街坊的需要 有時是很矛盾 你想搞一些以人為本 即是你服務對象為本 但是你又沒有錢 那你寫的那些東西 又未必真是那班人那麼有需要 其實甚至乎有時 社工經常都被人說 我們簡直好像警察一樣 不過我們沒有拿槍 沒有拿手扣 沒有拿警罰 軟性的警察 我們做的事就是監察著那些人 不要搞事 即是我們做青年工作 搞活動被簽名人 讓他們不要搞事 沒有了精力 讓他們不要搞事 是的 其實就是究竟我們在做甚麼 其實是按住他們的火 就不是我們有心去 令到年輕人有理想 甚至乎是令社會更加好 大家的生活有改善 其實不是的 即是像阿森所說 那些很結構社會制度的東西 很影響你的東西 我們先按住 是的 接著就找其他東西安撫 去多點迪士尼 去海洋公園去玩 不要想那麼多 即不是說這些不重要 而是可能佔了八成九成 都是這一類東西的事 我們就非常危險 是的 即是大家都要輕鬆的 即是這些不要說 去山頂沒有說差 但是不用十次都去山頂 即是一個人的活動 都是去山頂 然後是直視 那可能游覽去香港 這樣怎樣呢 游覽去香港就表示你眼光闊了 然後你的胸襟會廣闊了 那你就自然的怨氣會變少了 那有些人會說 以人為本就是做這些事 你聽聽他的去腎 你聽聽他的困難 苦悶 然後疏導他的情緒 很多時候我們就忽略了一個面向 就是情緒的來源 其實是跟這些壓迫有關 你不處於這些壓迫 我們只要一個人好一點 譬如泥土永遠都是那麼差 污染了 你跟棵草說 你生性一點 你堅強一點 我求神拜佛 令到你能不能死 你不能死 我最多給你好些種子 或者我給你好些肥料 但整個土養都沒有改變過 我們不改變過 土養根本沒有辦法做到的事 現在很多社工就是 九成都只要專注在 只要讓棵草好一點 棵草倒了 你掃蠻正的 但土養是不做的 就是這樣 另外社工很喜歡做義工服務 我坦白說 我自己也有做義工服務 不過有時候也很諷刺 其實土養這麼差 他們已經很辛苦 然後你還叫他們去貢獻社會 你自己的東西先放下 你貢獻社會 或者多看一些不同 約世社群的生活 你便覺得自己很好的 你很幸福 你珍惜你的眼前的幸福 但我們做義工 通常就是服務一次半次 之後那些人的生活 是不是能夠改善到的 你服務那些人 有時跟物言一樣 像獵奇觀光一樣 原來你這麼慘 原來你這樣 你扮演坑房 你真的很辛苦 原來是這樣的 看完 好像萬花童一樣 有時迫於無奈 即是你沒有錢 就要看 送食飯 對 看送食飯 你唯有做這些 我們其實做政策倡議 我猜其實有同工是想做的 不過有時你錢又沒有 很簡單 你去立法會 去發一次言 找一些街坊 那你載的錢又怎辦呢 即是在一些地區 你去到偏遠地區 你出去幾十元 怎樣搞呢 吃飯 那怎樣搞呢 其實有很多限制 另外有些時間 令到你很局促 即是我知道有些同事 根本就不留意時事 即是社會發生甚麼事 都不知道 那經常埋頭苦幹 其實他們很勤力 埋頭苦幹寫資訊 跟那些小孩去那裡 或者放了很多時間 跟那些小孩聊天 跟那些街坊聊天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 去處理背後的事情 即是 講法政策 他們不會說 即是 施政報告他們不看 財政報告不看 所以其實 甚至有些像 他們其實脫離了社會 即是沒有了社會 社會沒有了社會 沒有了社會 但他們會跟你社會 互助一 是的 不過我想 其中一件事 就是 同事固然之 有一些他自己本身生活的限制 例如他自己本身的家 或者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丈夫太太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住 自己發展一些限制 或者是他自己相信的價值 當然 社會福利署政府機構 不會說你不可以做這些事 不過最簡單的就是 如果當個機構有一個社工 可能去 去跟一些服務對象 去多說一些中文的制度 以致他們可以上去社會福利署去做一些爭取 很簡單的 我們這個牽涉到地區之間的角力 就是 某個地區的社會福利署 就會跟你這個地區的單位說 他們說你們單位搞這些 他沒有說其他的 你們單位搞這些東西 那麼老闆聽到會怎樣 因為給錢的那些是社會福利署 他們會擔心的就是 當單位要做這些東西 社會福利署又這樣說 會不會是影響到 單位來的撥款會少了 政府會不會再跟自己一個 單位機構合作 以至到沒有一些最狡猾的地方就是 Helen 你真的要做這些東西 你真的要做嗎 你還要做嗎 就是這樣 他不是很嚇人 沒有說不讓你做 但是這樣就會令到 我真的要留一留一想 我是否真的要繼續做 這個就是 另外一個專業化的就是 譬如是可能註冊局 講到專業化 他沒有說不做窗議 但是窗議他有一個條款 就是說也不要破壞了社工的守則 什麼自決 最調味的地方就是 可能去到Mobilize 一些Client 一些User去做事的時候 他好像來了自決的原則 就很自然 很多這些他沒有寫得很清楚 你寫清楚說不可以做 那就很清楚 他不敢 他又不捨得清楚說可以做 又不捨得清楚說不可以做 無靈兩可 這樣就很自然有一個壓力 我想再加多一點 專業化其實另外一個重點 我覺得是有時我們很著重客觀 那種客觀是怎樣呢 我們經常都要做研究 很科學化 好像彷彿有一種客觀的事實 有這個事實 我們就可以去建議 譬如你寫一篇文 有些可能在說一些政策需要改善 但是主管就要求你 你好像這樣寫 你有沒有客觀的事實 有沒有數字去支持你這個說法 你經常都好像要好客觀 但是你其實又不相信街坊 或者你親身接觸服務對象 他們這樣說給你知的事實 搞到其實經常說 你倡議就不客觀 或者你覺得有些甚麼要改善 其實這一種就是 你太主觀所以令到你這樣 但是我們又經常 因為我們有專業的問題 我們又很著重客觀 我其實都面對過 譬如你很簡單寫一篇文 即是在通訊裏面說 他問你你怎樣這樣說 是這樣的嗎 我猜其實剛才談到 有行政工作 現在社工做很多行政 因為是分定的問題 或者是關心關的問題 要處理很多 服務成縛的一些行政工作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都說過 社工似乎是專業化了 或者是因為專業化 而令到他有很多東西處理不到 可能有些個人問題 或者會不會有些 甚至說有基層 你真的做這些事 有些事似乎好像不能做 其實談到社工本身的角色 是應該一個社會控制者 還是一個社會的推動的改變者 我猜下一節再回來再談談 歡迎回來論盡社福界 今天的題目是社福界禁忌 剛才說了社工似乎是專業化的問題 其實都帶到很多影響 變成一個社會的控制者 做不到一些推動社會改變的形象 但其實在專業化下 社工現在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有甚麼形象 有沒有形象可以 機構有沒有要求 有的 其實 我想其實 譬如剛才我們說 我們經常做的事 都是去政治化 或者說政策不要說 甚至乎我們參與示威遊行 其實是越來越少 我們的社會參與越來越少 老闆會問的 有些遊人示威 我沒試過 我也沒試過 不過我聽過有些人會被問 我試過被老闆問 去一些集會 是否安全 他那麼關心你 其實他很關心你 他很關心你 他很關心你安全 可能他不是擔心我 而是擔心我帶去的那些人 其實我們社工的形象 現在慢慢塑造到 要很專業 對 要很專業 譬如我們上班 我不用了 有些同工 要穿襲衫西褲 甚至打胎 你說青少年工作就比較少 可能家庭服務那邊會多一些 還有入學校 不論中學也好 大學也好 小學也好 都會多一些 是的 就是襲衫西褲 另外 其實整個形象 就是告訴你 你是一個專業人士 還有其實我們剛才說 我們是客觀的 我們是深刻知識分子 不會做一些很衝動 很衝突的舉動 甚麼為之衝動呢 甚麼為之衝動 譬如市外遊行 簡直是 完全是垃圾 是的 完全是垃圾 很衝動 另外 我們也有一些乖乖女的形象 譬如剛才我們說笑 提到 社工看鹹書可以不可以 這個形象破產 你一定不可以看鹹書 是的 粗口也不可以 粗口也不可以 或者你說去打遊戲 好像失身份 其實整個社工形象 都是令你困在一個形象裏面 其實外出這個形象 所做的事其實就不對 是的 然後你就唯有繼續去順從 去做回現在的機構 或者那些資金 給你所謂做專業的事 是的 這件事也是很嚴重的 是的 不過很有趣的 其實社工本身 現在越來越少說集體 譬如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本身都不會自己組織 自己去到參與一些事件 即不要說六四 不要說房屋政策 不要說氣高撤貼 這些好像跟社福界沒有關係的東西 甚至乎跟社福界很有關係 譬如當年的一筆國撥款的推行 是的 以至到很多社工都是一些行政 甚至乎是一些精神壓力上 都很遭殃的事件 沒有什麼集體 有攪手的 譬如社會社總 社會工作者總公會會攪的 但也很少跟公會參加 又或者是最近的社會福利循環 甚至乎都很少社工會 聽過有這件事 即是很奇怪 可能跟自己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近 不關心 我都可能大家都容易理解得多一點 但這些真的跟社工有關係的東西 都是這麼冷淡 即是這個現象似乎都很搞笑 即是搞笑的位置就是 那你關心些什麼 即是你做一個社工的 其實我便關心那個個案 即是個人的生活 即是我的工作可能是 坐在辦公室有冷氣 即是打了攤子 去搖腳 去見你的 然後見完你之後 我便會寫一些文字報告 即是從這個角度去關心 即是你說去到街頭 去到一些諮詢會 其實這些東西 就不是社工做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剛才 即是我們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很個人化 即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很個人化 我們是單對單的 我們不會做一個集體的力量 即是社工已經離開了這個集體力量很久了 甚至乎 最近一次有罷工的就是 2008年 2007、2008年 有一次罷工那麼嚴重 那麼嚴重一次 不過那次很荒謬 我們罷工是反對整不各撥款 是的 後來出來的結果就是 社會署就說 好吧我檢討整不各撥款 是的 然後用一些更荒謬的方法 去繼續整不各撥款 是的 即是一貫政府的做法 有部份人反對 亦都有部份人贊成 是的 其實整不各撥款是正事 然後之後 所以我們要再找一些方法 令整不各撥款更加好 其中一個方法很有趣 就是我們剛才說 我們有很多指標要達成 其實現在就有一些所謂的神秘探訪 即是間不中 突然間會來到你的中心 看看你的指標是否達成 驚訝 看看指標是否達成 其實本身那些指標 所有機構都是這樣的 那些指標很荒謬 剛才我們說的指標是令到我們做不到事 那更加要執行指標 找一個神秘人 即是來不來驚訝 其實這件事 即是開始一般撲 但我們罷工完之後好像 互相突然借 沒有的 整個集體力量就解散了 是的 很想而知的就是現在那種專業法 是令到社工脫離了以前那種社工的想法 即有些人會說這就是新的社工的想法 做法 譬如教育就給教育界去處理 勞工的就給勞工團體去處理 就是說社工不會再碰的了 很少碰的了 甚至乎都很少去關心 最簡單的 譬如我們是青年人 青年勞工我們不需要來處理的嗎 譬如青年人的住屋我們也要處理的 青年人在貧窮的狀態 我們也需要理解的 我們不只叫他們去多些旅行 就可以處理問題好了 似乎現在整個社福界好像變成專業化之後 其實你做社工先要被控制了 你有個既定的形象 你不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然後你的面對的問題 全部都好像是個人化 其實說到如果沒有什麼滯爪的時候 兩位社工你們最想做什麼呢 如果是 其實我真的很想做多些政策的改變 因為其實像阿森所說 那些土壤是很差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難在土壤那麼差的地方生活得好 其實你想回頭 其實社會很多政策都很不公道 對於一些基層的市民來說 其實是促使他們生活得很差 住屋我們的居住環境很差 然後之後我們住屋已經那麼差 然後回到工作還要熬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然後我沒有時間照顧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到處走 我們沒有時間去離 這些其實是令到整個生活質素是很差的 然後再說 我們辛辛苦苦工作也不要緊 就是人工又那麼低 我們說最低工資 其實二十八元 其實通脹那麼厲害 這二十八元根本就沒有什麼作用 然後租金又不斷升 生活交通費 就是你柴米油鹽全部都加 其實令到大家的生活那麼差的時候 就是你 大力社工繼續安撫他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怎樣能夠不理那些政策 其實香港人其實是否應該要這麼辛苦生活 其實大家見到不是的 香港真是很發達的城市 很有錢的 有一些人 你見到他住豪宅 駕駛車 接著的會所是極之大的 但是你又見到另外一些人 就是說睡著十八呎的一個房仔 就是最有錢人的廁所其實是大過一堆床 大過六缸也大過你 六缸也大過你 其實這件事是很荒謬的 其實如果給我 我覺得其實這個政策根本性地需要一些改變 而其實應該有多些的人去參與 在當中 去令到香港可以整個制度 整個土壤會好些 是的 還有我其實很不喜歡做坐在辦公室寫的行政工作 其實監察可以不敢這樣監察 就是CEO 做了查電郵辦公室 其實你監察是否要這樣45人 接著28折 代不代表有社會服務的質素 是否這樣去量度 是的 譬如我也是聽說的 譬如我看了那部電影 他講英國 那些醫生怎樣有加人工 就是他處理的病人 他不是處理多少個病人 而是他的病人 其實他的指數 可能是說一些叫做什麼指數 譬如可能戒煙 戒煙 可能有多少人戒煙 令到他人工有得加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 質量一點的東西去處理我們的指數 譬如有多少個人去參與 去立法會發言 即有多少人去關心他自己 和他有關的政策 用這些作為指標 或者他對政策有理解多了多少 他這樣去衡量 而不是那些 我去了28次旅行 大約45人 是的 即這個交代是需要的 我覺得 你心理又想做什麼 是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未來 很難想 如果沒有限制 想做什麼 我反而會想的就是 我可以在現在這個狀況 我還可以做到什麼 譬如走專業化 這一點 即倡議都可以很專業化 可不可以 譬如 輔導或者做國案工作 當然都是社會工作 社工的其中一個方法 面對面 所以很多時候在電視機 看到什麼路火街頭 以前那些什麼北斗星 只有個人和個人的東西 很少看到在電視機裡面 是有些集體的東西處理 很少看到在電視機裡面 社工是會參與抗爭的 很少的 即是會做到 好像不知哪個角色 好像很瀟灑 很狹義 即是很狹氣的精神 其實社工不是的 社工是 會是一種 就是真的關心那個人 不只是關心他 那個心理的狀態 正正正在關心 如何改變到 他那個生活的環境因素 令到他的生活得可以好些 我覺得我可以做的就是 繼續在這個社會上發聲 直至到我不能發聲為止 發聲 鼓勵多些人去到 了解得多些這件事 用什麼方法都好 我覺得現在暫時 這個都是 困局 是的 甚至乎學行內 都要處理很多這些 所以其中一個人 是會覺得 搞倡議都可以很專業化 是的 即是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回到社工教育的層面 可不可以多一些 鼓勵得多些學生去參與 例如是學系 系會 專業之類 我不知道再下去中學生 是否可以這樣做 我也很難 配合整條梯 由中學教育開始做起 接著到大學教育 都是關心多些社會 是的 所以在最後 就是一個 如果是有專業的 如果真的有專業這件事 我怎樣可以做一個專業的人 不明不明是一個社工 而一個專業的人 是真的會關心這個社會 是否可以很公道很合理 對待社會上不同的人 這一個關懷的精神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猜今天其實有談過很多 其實社福界裏面 一些行內的情況 可能牽涉到 愛心關 一些合約員工 一些計劃到向 或者是所謂的服務承諾等等 其實影響著社工現在做了些什麼 可能做一些很去社會的工作 其實很多社會的問題都處理不到 我猜其實最後牽涉到 究竟我們社會工作 其實是需要做些什麼 是否要帶動社會轉變得好些 還是要停留在這裏 我們其實維持現狀 我們做社會控制的角色 這樣就可以了 我猜其實今天未必是 我猜社工其實有它本身很多的價值 我們要去留意社會周中的環境 令到我們服務使用者 明白他們本身的處境是怎樣 而再推動社會的改變 那麼禁去社會化的社會工作 我猜我們是不想見的 我們香港政策透視一直都會希望 社會工作會面向多些社會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討論多些社福界的問題 和大家討論多些社會政策的問題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